这次企业起来的时候 您有一个很重要的企业文化 叫说到做到 对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白话 当时您为什么要定 把这个当作第一条 去做一个企业的文化的标准 我过去 我做不到这个说到做到 跟他们的一些承诺 其实最后没有兑现 同样他们呢 对我也是这样 老是排庸部 这个保证完成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最后就没有几个是兑现了 反正就是我骗他 他们骗我 我觉得这个文化 这个公司肯定没有前途 肯定要抛产的 那我以前在这个 并于破产之前是这样 一个公司经理说 我报我作为这个技术 完整一百万销的我 不行三百万 都套价还价 我都达成了两百五十万 其实最后都完成了五十万都不到 所以后来我发现这种方式不行 后来我就这个顺其自然 干脆我不令人 你只要把影响销售收入的 各项工作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林福法事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 二零八八 大文化就必须是 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 你说了一句话 我听了一句话 我是当真的 同样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我会思考一下 我说的一句话 我也是当真的 这样的话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被我揣摩了 靠语言就能正常沟通了 这一点就是刘禅志就跟我说 一个人必须要说到做到 做不到 不要说 其实这是他的口对 他们企业文化写得很高大上 他怕听不懂 他用通俗的语言跟我说 我就用通俗语言直接拿过来 我的第一条就是这个 其实我这个企业文化大幅度 其实一多半吧 都来自于刘禅志跟我的交流 在公司建立文化 就是不准拍上级马屁 对 这是一个真实的 您建立的规则吗 是 我一直有观点 就是捧杀比棒杀更可怕 就是捧杀比棒杀 棒杀看到一个大棒打来 你有思想准备 而且打的是你的这个 不是胳膊就大腿 或者是屁股 是外 最后心的伤是外伤 外伤 这个捧杀直接对着大脑进行伤害 乐视不比中就得到了伤害 所以这种文化是很可怕的 反正我过节目被捧杀的 我是深受其害 重新创业之后 我一直反感这个拍马屁 我就规定在公司 当着上级的面 说上级的好话 当场发官五百 当场你发五百 对 但是上级不在的时候 可以说上级好话 反正我觉得实施这个 还是有效的 明显公司拍马屁的人少了 不管是管理还是什么 其实越简单 他往往是越有效的 搞得越复杂 他越没效 他越来越了 他越来越了 感谢观看